地表最强父子大战天来起 这一战任牙将彻底觉醒范围之心 当年母亲因保护他被永次郎杀死 为了复仇 任牙疯狂锻炼与无数强敌交手 如今已经成长到极为恐怖的地步 与皮克战斗过后 他进行了一次身体的全面检查 而检查结果直接让红叶惊掉下来 红叶立刻找来脑科学者的二郎 同样的他也被震惊 和正常人类不同 任牙的大脑仿佛就像是个恶魔 严二郎不敢相信拥有这种大脑的主人会多么可怕 这就是鬼脑 任牙可以通过幻想制造出各种对手 不断战斗让自己变强 黑暗的地下势中 一团蓄影缓缓远距 最终泛马永次郎的身形彻底凸击 任牙留着冷汗望向前方 而幻想中的永次郎也摆出战斗姿势 然后朝着前方猛扑过去 任牙见状也是一拳不出 烟尘散去 任牙直接被砸进了墙壁 这一天夜晚 城市中突然涌现出大量老鼠 事件甚至登上了次日的暴走 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一个少年曾路过这 第二天一早 地表最强高中生任牙正要去上学 却在半路遇上了被称为补报的烧家 虽然是情侣 但两人已经很长时间没见 在这之后自然要去成长 这段跳舞 后来任牙遇到了母亲同经的老管家里 利古川得知任牙即将与永次郎决战变场包 当年任牙的母亲曾和一位富豪结过婚 然而永次郎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 她的强大与残忍令其爱的死心塌地 同样的永次郎也看清了她内心的暴力 然而这个女人完全不是一个普通的母亲 她对留着自己写的儿子毫不在乎 法任牙培养成窦士中的精英 也只是为了将其作为礼物送给永次郎 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想得到那个男人的 因为儿子的弱性 她甚至会对其拳打脚 任牙对此没有任何愿意 她想要的也只不过是母亲的 所以才会答应于永次郎战斗 就在她即将被打死时 一个人站了出来 是她的母亲 或许在这之前这个女人不配称之为人 然而这一刻她却让人不得不配 为了保护儿子 她竟敢与地表最强的男人战斗 而在最后永次郎也是将其活活抱死 为了暴打母亲的温柔 任牙下定决心 一定要超越并击败父亲 被称作地表最强的犯马永次郎 究竟有多离比 高达十亿伏特的雷电 竟然都只能给她烫得到 不仅如此永次郎 还有一种特殊努力 她能看轻视线内所有人的弱体 无论是肉体上的伤痛还是疾病 甚至连癌细胞她都能一眼看出 在永次郎面前 在牛逼的高性能X光和外科医生 都是一个效果 这一天永次郎与德川老婆相见 而她的第一句话 就是让德川去做个健康检查 德川有些诧异 她不敢相信这个连婴儿 都不会放过的男人 进口关心自己 这时德川不但没有为此感到开心 反而极度愤怒 她认为永次郎变了 这种感情只会使其变了 因为太过激动 德川喷出一大口老血晕倒在地 永次郎望着地上的这个老鼻灯 让一旁的下人去叫医生过来 被送往医院后 德川明白自己命不久 而在死之前 她还有最后一个幸运 那就是看到地表最强父子之间的决战 于是她立刻发动超能力让人去安排 另一边与史上校吃饭的永次郎 在听到其口中说出的话后 头发都竖一斤 手中的刀叉更是被她捏到变形 原来就在刚刚 任牙表示想和父亲一起吃个饭 史上校直接大骂你是疯了吧 她根本想象不出两人坐在一起 是种什么景象 任牙渴望着那些平凡的日常 吃着饭聊着天 偶尔在发生一些小争吵 但在史上校看来 这根本不可能在两人之间发生 因为他们父子实在是太强了 任牙转身走向窗边继续唤醒 要是父亲能给自己做顿饭就好 叹了口气后 史上校还是将话转告给了永次郎 对于这个孽畜 竟敢让自己去煮饭永次郎相当愤怒 然而当他转身离开后 内心想的确实 看来永次郎也挺傲娇的 与此同时任牙一个人开始自言自语起来 他说这碗汤很咸 原来任牙运用鬼脑幻想出来了一个永次郎给自己做 对面的永次郎一脸低耀 任牙继续评价味道不咋低 永次郎恼羞成怒直接给桌子掀了 任牙在空中疯狂翻滚 然后一个夜问蹲稳住了身体 你敢相信被称为地表最强高中生任牙的师傅 竟然是一只小强吗 在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生物的速度能超过蟑螂 如果它的身高和人类相同的话 那就相当于一辆时速270公里的高铁 然而光凭人类的基纤维永远无法达到这种速度 直到那一天 任牙发现小强师傅的体内竟然都是乳白色的液体 只称那恐怖速度的并不是坚硬的机能 想到这里 任牙运用鬼脑将自己化成一滩水 随着力量的爆发 身上的汗竟然完全跟不上它的速度最后散落一遍 这一天任牙正在泡咖啡 可突然他全身寒毛炸起 永次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任牙将泡好的咖啡放到桌子上 任牙一口喝下 他冷冷开口 你小子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素质观想 任牙思考的片刻回答大概是 想象中的仙桌子并没有到 任牙继续开口你害怕我吗 任牙说到无论是恐惧仰慕尊敬还是憎恶都有 然而他们是妇女 自己渴望频繁的生物 渴望两人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起 听到这里 永次郎若有损思 就在永次郎认为 接下来就是激烈的争吵时 任牙的不按套路出 还让永次郎一时间没反过 看着那空空如眼的杯子 任牙知道父亲并不认为难喝 所以做不到争吵 永次郎撇了撇嘴不知可否 这时任牙开口自己想要喝父亲泡的咖啡 突然永次郎直接站了起来 他告诉任牙想喝自己泡的咖啡没问题 不过喝到的办法只有永哥 那就是强迫他跑 将桌子撕成四半后 永次郎转身走向门外 他告诉任牙只要能做到 即便让自己做饭也没问题 任牙听完后无力的跪倒在地 他感觉似乎也不是不安 一股莫名的兴奋远上心 永次郎挥手离去 而装完逼得任牙则是全身发动 赶紧关上了房门 柴千春绝对是犯马任牙当中最有种的男人 有着超过寻常的意志力 见到任牙的那一刻就露出满杯金龙 扬言要与任牙打一架 将烟头弹在任牙脸上 接着向任牙狠狠攻去 反被任牙一拳头打出五米远 原来一切都是花山安排的 得知花山让自己去和任牙打 柴千春猛逼了 清醒过来的柴千春表示地表最强少年 动起手来竟然如此温柔 任牙只是不想伤害到柴千春 但下一次可不会手下留情 手下留情是柴千春听到的最大耻辱 被气得当场暴走 横空而起一记爆裂飞踢 下一秒整个人就被任牙一巴掌掀得四脚朝铁 任牙不清楚柴千春为什么非要没事找事 等任牙回到家门口 柴千春早已先一步在此等候 让任牙什么话都不要说 老老实实跟他打一架 任牙却不想继续下去 之前就是配合他表演一下 不会再有第二次 如果非要打的话最起码要有一个理由 听到对方的理由竟是给自己的练习 任牙有些猛逼 一见面就突然动手 没等任牙想清楚 柴千春就冲上去打算用拳头表达 再次被任牙一巴掌掀翻 俯深感谢柴千春能自到奋勇过来当他的练习对手 但柴千春实力太弱不会再和他打 头也不回地返回家中 醒来的柴千春活动一下惊 打算再次向任牙发动挑战 在屋内的任牙听到外面的动静 既然没有放弃的意思还做起了准备活动 面对这种家伙只能用拳头来说话 突然沙包大的拳头从门外打进来 在任牙动身的那一刻 就被柴千春敏锐的听觉洞察到 而且鞋子根本就没好好穿 踩着鞋跟会导致战力降低到本身的十分之一 狠狠一拳头把任牙当场打飞 将任牙整个人从屋里扔出去 紧跟着一技飞踢 任牙不明白的是柴千春打法没有技术可言 完全就是业余选手 可他却有着与高昂斗志相匹配的战斗力 换言之柴千春的斗志就是他的战斗力 此刻任牙终于明白柴千春真正的目的 也准备好迎接柴千春下次攻击 在柴千春眼里任牙就是一位怪兽 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消灭怪兽 可拳头打在任牙下巴上 这样的攻击对于任牙来说毫无影响 反倒是柴千春的手指撞到变形 任牙反手一拳打在柴千春身上 疼痛感瞬间传遍全身 在空中旋转两周半摔在地上 尽管柴千春被再次掀翻 两人的胜负必须要等到 其中有一个人认输才会结束 不屈的斗志被任牙所理解 可这样无法让这场对决结束 面对柴千春的攻击 任牙选择用自己的弱点应接 两人彼此将对方逼入绝境 柴千春选择举起手指 选择攻击任牙的眼睛 要知道瞄准弱点的攻击是格斗技 柴千春是靠着不屈的斗志 与千春流的真谛截然相反 然而任牙根本不慌 反而让柴千春将手指伸直 打算用自己的眼球将他的手指折断 这天晚上 勇次郎再次来到任牙家中 猜吃饭 九族饭饱之后 任牙不知道是不是有点高 直接让勇次郎去刷 两人猜拳 任牙出石头勇次郎刷是剪刀 但是你以为就这么简单结束了吗 勇次郎这个老逼登不干人事 直接用剪刀剪向任牙的拳 随着力量的不断加大 剧烈的疼痛让任牙不得不摊开手中 最终勇次郎无耻获胜 门外大量的警察为了防止意外 警报为了阵 勇次郎一个顺身来到他们面前 然后一拳风暴防暴锅里将一个人举了起来 任牙靠着强想的刚刚勇次郎说的话 他竟然主动邀请自己去吃饭 带着些许的紧张和心痛 任牙来到了一家超级豪华酒店 勇次郎盛装出席 看到儿子连对骑马穿西装的脸都顾 他当场勃然大怒 任牙表示这些从小就没有人教过自己 从小到大 勇次郎所传说的只有如何变强人 其他的根本没有教过 勇次郎忍下怒火让任牙坐下 就这样父子间的宴会开始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任牙终于问出那一句 为什么要将母亲杀死 任牙不依不饶 勇次郎按向桌子 巨大的力量甚至让楼下的柱子 发生暴力 你们知道怎样才能遭到父亲的毒打吗 只要一只手抓起他的衣领将其提起来 如果还没动手 那就两只一起去抓 勇次郎被这个逆子气得躲住歪了 这一刻他身后的玻璃逐渐碎 不但如此就连整栋大楼都开始发生震动 而唯一没有在摇晃的 只有任牙父子两个 对于敢对自己出手的逆子 勇次郎已经准备好好疼爱他一分 就在刚刚勇次郎一巴掌抽象任牙的屁 巨大的力量直接让他飞了出去 要不是任牙及时抓住窗檐 指不定就要表演一波高空飞刃 勇次郎抓住任牙 对于这只抓了父亲脖子的时候 他要好好抽到一分 啪的一时 任牙直接缩了回去 而勇次郎那边都干冒烟了 好 给赶走是吧 勇次郎直接一脚踹了过去 任牙撞破墙壁飞到了另一层 勇次郎朝着众人礼貌的道歉 果实自己这是在教训 任牙趁机爬起来就要偷袭 但他的攻击还没到就被拦了下来 勇次郎一把握住任牙的小脸 然后朝着里面走去 他把任牙按到落地窗上 随着力量的不断夹杂 玻璃开始发生碎裂 踏骂了 勇次郎这个畜生竟然直接把儿子 从几百层的高楼上推了下去 同一时间 他开始改变自己的身体姿势 轰的一声 而更离谱的是 勇次郎竟然缓缓站了起来 表示没有 牛逼 他一把将儿子甩到一边 整理一波衣领 然后开口罩 既然饭都吃完了 那你还准备在地上来多久 他不相信儿子会被这样轻易打开 任牙嘴角微动 开始撒娇让他扶自己起来 而就在勇次郎弯腰抓住任牙小手的时候 偷袭父亲大脸的一瞬间 任牙仿佛感觉自己击中的是一座巨大的掩饰 而在其表面还盖上了一厘米厚的橡胶 深深的绝望漫上心头 大批警察见状立刻就要逮捕这个 殴打自己的孩子的家宝 然而勇次郎根本不管他们只是静止向前走去 那身体上散发的威压将这群人吓得屁股尿 对于这个敢对自己手下留情的臭想 勇次郎极其愤怒 他一把捏住儿子的脸 这是地表最强高中生第一次享受父亲的团案 他那娇嫩的小脸被一把捏住 任牙疼得嗷嗷直叫就像支带崽的小鸡 因为刚刚勇次郎被儿子单手抓住衣领 这直接让他怒火冲天 教训起儿子来更是下了死神 踢得他撞过墙壁还是轻轻 后面更是把任牙从几百层的高楼上推了下去 两人自然也不会因为这种高度摔死 经过几次交手过后 任牙发现根本不是父亲的对手 自己就像是个小卑鄙一样毫无还手之力 而勇次郎这边对儿子的教训才刚刚开始 他本来不准备用女人的招式对付任牙 但是现在用来惩罚或许更合适 任牙对此并不在意 在这之前他早就切身体会过这种 然而 任牙承受的这次冲击绝对是过去从未体验 原本应该用来对父亲反击的些许时间 全部用在了为接下来的事做准备什么 这一刻任牙直接痛得朝着前方撞去 所有的忍耐完全失效 他感觉自己刚刚就像是被一根钢铁做成的鞭子抽中 而为了反击任牙也使出了同样的招式 任牙明白绝对没有人能忍受这样的疼痛 他已经迫不及待看着勇次郎在地上打滚的丑态 然而 此时的勇次郎仿佛被包了一层皮翼板 为了将鞭打带来的疾痛分散出去 勇次郎怒目言睁牙齿紧咬 拳头也全力握紧 全身肌肉没有一处放松 最后硬是一声不吭扛住了疼痛 任牙再一次见识到了附近的强大 不自觉地摆出了今晚的第一个战斗姿态 而勇次郎那边同样也张开了双臂 二人间的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 德川老头赶了过来 他说自己已经让军队把周围的住户和酒店客人全部带去避难 他们可以随意打 即便将楼拆掉也无所谓 感谢一番后 任牙直接朝着前方冲去 然而只是一瞬间他就被弹飞 他刚刚的攻击被完全看穿 面对着如此强大的附近 任牙体内的犯马之血开始飞腾 而勇次郎也已经等不耐福了 被杀害自己母亲的畜生强行摸头是重生的体 当着数万人的面被杀母仇人摸头 这一颗任牙羞奋玉璃 他一脚踢过去 却被勇次郎按着头直接撞上去 一时间鼻血狂吹 勇次郎用手指在任牙嘴唇上蹭了槽 接着把沾着鼻屎的血液塞进口中仔细品尝病之呼吸 而他之所以如此变大 那是因为任牙的表现实在是令清猫 就在刚刚 为了打败勇次郎 任牙使用出了在小强师傅那里损失的招式 他运用鬼脑将全身化成一摊业影 接着通过想象进行气候 这一刻 强大的力量瞬间爆发 任牙的时速达到了惊人的270公斤 仿佛被一辆高铁撞击一本 勇次郎不知砸破了多少枪 对于任牙的成长他十分幸运 勇次郎将其抱住一个被摔摔的方式 当任牙一跃而起的时候 强烈的颈风从后面袭来 他回头望去 无数人早已来到这里 想要观看地表最强父子之间的战斗 勇次郎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一时间尽感觉有些社会 他让任牙今天到此为止 但却被拒绝了 这一刻 勇次郎竟被自己的懦弱震惊到 任牙全身软化 然后猛地抱起 软软一瞬间暴力的三连击打住 而观众根本没能看见 他们肉眼勉强可以捕捉到的 只有所有动作完成后的落定尘埃 任牙的手脚宛如抽在了一块岩石之上 而勇次郎则是抹了抹嘴角的烟火 他已经记不得上次自己流血是什么时候 任牙有些不敢相信自己 对勇次郎要害的三次精准打击 竟然没什么太大 没办法他只能继续攻击 然而这一次勇次郎连动动 在勇次郎面前 任何招式在第二次使用时都会失去过 任牙被他一巴掌抽飞 紧接着就是一阵狂风暴力般的毒打 任牙握紧双拳 他绝不能在这里哭下 在喷出头颅内的大量晕血过后 任牙再次满血复活 他一脚踢向父亲的踪困 却被拦了下来 单脚离地的瞬间 又是鞭腿扫出 然而勇次郎依旧轻描淡写的防止 攻击没有结束 更没有减缓 肉与肉之间的碰撞完全化作了残忆 任牙的表情仿佛是在享受 而勇次郎更是欣喜无比 没有父亲不爱跟自己儿子一起玩耍 当然前提是他和自己拥有一样强大的血 任牙双手举天 然后紧握双拳 这一刻勇次郎被震惊到 因为在他眼前出现了做梦都想交手的史前凶手 而观众们很显然也看到了这一副从未见过的景象 霸王龙的最强对手 与此同时 雄顶之上 消失的原始人皮可 正用着自己8.0的视路观看着这场父子之战 消失的原始人皮可突然闯入地表最强父子间的对战 对于这个来自两亿年前的最强人类 勇次郎其实早就想与之交手 然而任牙却并不允许自己的决构被打 直接一拳轰了出去 看着自己被打断的牙齿 皮可抬起头 强烈的杀意冲天而起 这一刻皮可被震转 虽然无法听懂这句话的意思 但他明白自己被赤走 自然借有着强者间对决禁止插手的不成龙规定 这是绝对要遵守的法子 想到这里皮可默默地走向游户 就在刚刚 任牙使用出了三角龙拳 在拥有神一般洞察力的勇次郎眼中 任牙的身体渐渐消失 由意志产生的虚向此刻完成了实体化 勇次郎从未感到如此的兴奋 从少年起就一直渴望女之战斗的生物 如今竟然在自己儿子身上得以实现 这一刻任牙的力量和速度同时到了 而勇次郎就像是被一口巨大的三角龙撞的力量 恐怖的冲击力直接将身后的汽车砸到爆 烟尘散去 勇次郎夸奖儿子给自己带来的惊喜 所谓的象形拳就是完成对强大生物的魔法 而接下来勇次郎表示自己将展现出其最终的形态 上衣暴裂 诡背显露 刺目的光芒从身体射出 随着一股股冲击波的嗓大 所有人都看到了一道鬼影 这一刻任牙明白了向更强者学习的象形拳 其最终形态就是犯马勇次郎形态 勇次郎的每招每招 都伴随着肉眼可见的实体光芒 好家伙你告诉我这是现实的斗反 他一拳轰向地面 直接把坚硬的道路轰碎 任牙趁机发动攻击 然而倒下的却是自己 勇次郎争鸣一笑 在他踏步向前的瞬间 就已经察觉儿子有着充裕的时间进行凝击 可是这依旧被他事先预知 强者兼预判对方下一步的动作是取胜的关键 烟尘散去 任牙若无其事地站立在地面 而他的双手已经插进了口袋之中 拔拳术 以一种快到极致速度的攻击 在0.5秒内争夺一时的扳机 勇次郎走上前同样将手插进口袋 就像是过去枪手之间的对决 他要和任牙比拼到底谁的速度更快 任牙集中全部的注意 全身肌肉绷解 目不转睛 等待着随时会来临的信号 预判对方 然后比他更快 就在气氛紧张到极致的时候 勇次郎忽然将其打 他决定改变规则 自己将手指一一弯下 当手变成拳头形状的时候 就可以出动 没等任牙答应 勇次郎直接开始 你知道比0秒还快的拔拳是怎么做到的 不是将手从口袋里抛出 而是让手的位置待在原位 通过身体下沉来拔拳 这就像将剑柄贴地通过展开腰来聚合拔刀一样 就在任牙以为自己必胜的时候 谢次郎却和儿子玩起了心意 他可没说只能用差多的手攻击 任牙立刻做出了反击 一记膝顶砸向勇次郎面门的同时 在瞬间搅住对方的胳膊将其压倒在地 此招名为虎王 是一旦被锁住就绝对无法挣脱的折斗期 感受着被剥夺自由手臂的真实处理 任牙在此刻甚至觉得有点不真实 那地表最强大的男人竟真的被他压在身上 不过获胜的喜悦并未到来 与之相反任牙感到极其的愤怒 突然任牙看见勇次郎摆出一个OK的手势 紧接着他将手臂向后举起 任牙不明白 身体在完全无法动弹的情况下 做出这个动作的直面 下一刻勇次郎一拳风向大眼 整条手臂直接插进了磊青里 然后他往发里 地面瞬间踏起 勇次郎的拳直接将坚硬的磊青道路往前 从另一边风向任牙 在不可知心的目光中 古王被破解了 地旁的奥利巴布由惊叹勇次郎的变态 任牙缓缓站起 大量的液体从裤腿流出 他被吓尿了 这场战斗进行到现在 任牙被打哭了也被吓得失禁 那么即便是不择手 他也要获得胜利 两人之间的碰撞快到根本无法看清 这一刻勇次郎感到无比兴奋 但是还不够 他已经察觉到儿子体内沸腾的范围之心 所以接下来勇次郎将会用更强的力量 令气彻底撇起 恐怖的力量下 任牙不知道被踹飞多少 直至将一辆汽车砸得快要报废才停了下 任牙双目无神口水之类 就像是想将其杀死一般 任牙宛如一团烂布般摔倒在地 缩小版的鬼被显露而出 他明白自己即便使劲浑身解数 也无法获得胜利 该做的已经全部都做了 就在认牙跪倒认输的时候 意便突生 早在勇次郎之前 勇一郎就已经将漂亮国玩弄于鼓掌之中 在太平洋战争时期 漂亮国从冲绳登陆 在一座极小的孤岛内 竟使用了超过一千吨的炸药 其目标就是犯马勇一郎 即便小岛被依为平地 勇一郎依旧屁是没有 手上还挂着士兵的尸体 在见到老父亲的样子后 勇次郎也想起勇一郎的看门绝技转 一把拎起任牙扛在肩上 当作双截棍一样在空中乱舞 任牙从未体验过的离心力汇聚在头部 脸上的蹊跷成为血液的排出口 眼球快速充血将能看到的画面染成红色 勇次郎早已厌倦这种无聊的生活 出生以来就站在最顶端 没有人能明白天下无敌是多么近乎 曾走遍全世界寻找对手 没想到心满意足的玩具竟然是自己的一部分 就在两人落着家常时 最强战力天花板烧将突然出现 对两人时打时停的对决实在是看不下去 有了烧将强行施加的压力 任牙与勇次郎的大战再次启动 勇次郎一拳打向任牙 任牙仅用两只手指就将攻击轻松化紧 空中勇次郎踢出一脚 任牙脚下的地面直接凹了进去 此时双方即便在任性 对于彼此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在战斗中勇次郎找到机会将任牙甩了出去 随后勇次郎对眼前的烧将表达感谢 如果没有烧将任牙不可能变得这么强 接着让烧将离开现场 这不是女人该呆的地方 伴随烧将一声尖叫 勇次郎与任牙的大战再度展开 此刻街区已经挤满了观众 都想亲眼见证这场对决最后露死谁手 两人一人一拳打在对方脸上 谁都没有闪躲的意思 勇次郎一脚将任牙掀翻 没等任牙站稳脚跟 紧接着又是一拳将任牙砸向地面 任牙腾空而起用双腿夹住勇次郎的脖子 两人就像平常家庭的父子一样在大街上散步 暴风雨前总是宁静的 所有人都预感到这场对决即将结束 犯马任牙父子大战终于云南尾声 在勇次郎的教育下 任牙终于将体内的犯马之血绝起 竟然可以与勇次郎展开了活动 任牙此刻已经失去平均能力 勇次郎将任牙往往放下 抓起任牙的手从小拇指开始收拾成拳 就像小时候教导任牙一样 人类的拳头不仅可以使用工具 还可以化作为各种武器 让任牙此刻将防御抛之脑后 将全部的精神集中在如何充拳上 拳头打在脸上的声音 终于让观众暗口怀孕 而两人的战斗并未停止 双方将防御完全舍弃 用暴露的要害迎接对方的攻击 此刻的对决已经不能称为武术 是双方力量的比拼 丝毫没有一丝退缩的影子 恐怖如此的肉搏战在观众面前上等 所有人感受到这场对决马上就要结束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谁都不想错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战 两人的拳头不断寻找攻击脚步 双脚尽可能寻找有效的发力 而这时勇次郎竟然张开双臂 享受大孝子刃牙对他的爱 不然勇次郎抱住刃牙双臂里的发力 毫不留情地将刃牙的肋骨全部勒断 跟杀死江猪的方式一样 被击败的刃牙躺在地上面如死灰 身上能碎的地方都碎了个遍 被打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正常的 看着没了意识的刃牙 长达数个小时的父子大战终于结束 勇次郎没有选择追击 谁还不是一个慈爱的老夫妻 围观的群众为这场炸裂的决斗 向勇次郎伸表感谢 而这时勇次郎感觉身后被人踢了一切 原来任牙利用鬼脑想象出来的镜像 用出飞踢 虽然肉体无法做出回应 但从柴千春那里学到的斗志 依旧没有摔紧 面对任牙发起的攻击 勇次郎没有还手 而是选择默默忍受 接着将手从裤都拿出来 让任牙停止 用手在空中做出肥所思的动静 等所有人反过 竟看到勇次郎手上放了一块豆腐 用咸熟的手法做了一碗豆腐味增汤 看着闻所未闻的空气夜消 任牙感觉完全不够 可尝了一口竟说出味道有些咸 便让勇次郎也尝一口 勇次郎却说只不过是想象出来的东西 忽然任牙当场掀了老子的桌子 虽然有些生气 但勇次郎还是接住口中想象出来的东西 可下一秒手中的网筷又消失不尽 救了我 这个我救了 那是 那是 想起来 那些味噌汁 听到地本最强称号一种 在场的观众无一步发出呐喊 谁都没想到前地本最强的友次郎竟然主动认输 而失去听觉的任牙并不知道自己已是地本最强 只是缓缓起身表示决赛的胜利是通过高低来决定 头部所处位置更高的那个人才是胜利 你也确定是看平和我 给老子做 Grace 发生时 那是 我一时 我一时 俺一时 毫턴� Smells 是 幽涉童自身 内容 行 我以為你會有什麼關係 我以為你會有什麼關係 我以為你會有什麼關係